的期货价格从稳定领先顿时暴跌 因此民进党怀疑内情并不单纯 他们在网路上发现有一位停马的网友 不仅po出了交易所最新数据 还发表了感谢支持 因此民进党怀疑灌票的可能性相当大 2012大选双英谁的行情高 未来事件交易所网站每天都提供最新行情 从5月7号开盘以来双英之间互有输赢 5月29号之后蔡英文开始稳定领先马总统 但6月19号马无配宣布当天开始出现急剧变化 蔡英文的期货价格突然暴跌 以47.96低于马总统的49.03 马总统期货价格突然翻盘 难道有网友助阵吗 有一位网友在脸书上po文 说今天占得真辛苦 在此感谢占有的努力 还说党工还没有我热情 这些话让民进党质疑 疑似有支持蓝军的网友再灌票 或许是因为昨天马无配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宣布行情 让这个所谓的数字有一点点波动 我们是有听说是支持国民党马英九先生 在网路上工作的青年年所为 听说 那我们真的不希望说 马政府或马团队这边 把青年当作一个操作的工具 国民党曾经不认识这位网友 也要民进党别老实阴谋论 尽管这只是网路民调 蓝绿双方资助必较 民事新闻红西武向作为 台北报导 报要来关心